大家好,我是来自阿里云的开发工程师张明辉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我们在OpenTermint项目上 使用的链路上下文的链路传播能力 以及它是如何在云上场景去更好的工作的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分布式链路追踪 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系统 在这样系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应用 应用中存在着复杂的电容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种对象来表示 每个应用中的每一次电容过程 然后用Span它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节目化的日式 Span的同性主性可以保存着这些电容中的一些关键细节 并且用复杂的一个VID 去描述它们的复杂关系 那么这个复杂关系我们会把它保存在链路的参加文中 随着请求不断地传递下去 那么Span会统一项目到一个固定的存储语情中 也许我们把它们查出来 并且还原成黑太角所示的这样的一个暴力图 那个时序图 通过分之这样的一个时序图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业务上的一些Bag 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瓶颈和一些诊断 在这样的一个流程中 Span的生成传播还有一个上报的过程 这些环节共同决定了 其中连续一个完整性和正确性 那么在现在的应用系统中 这三个环节主要是通过一些 单方提供的SDGs 或者是一些自动的代码整体技术来实现的 OpenTiG社区此前在各种语言提供了丰富的SDGs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TraceProvider 那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太阳的TraceProvider交付给云上的用户使用的时候 却碰到了一线的挑战 因为云上的应用大多数是微俗的应用 它们往往具有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技术材 甚至属于不同的团队 那么在没有出现约法的情况下 往往会使用来自各种厂商取共的TraceProvider 进而我们可能会使用到不同的链路制中的一个协议 那在把这样的一个应用系统沉溺到云上的时候 这会因为上下游的链路协议相互不足别 最终导致整个掉链断裂 这会影响整个的排查过程 对于开源的社区对于这样的方案 对于这样的场景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它们用户在公司的时候去指定一个特别的协议 把所有的协议都统一起来 这个方案看起来很美好 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大型的应用系统来说 这可能会使用人员带来很多额外的开销 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统筹各个开发团队 统一做代码的改造 而且对于一些大型的应用系统来说 可能还会有一些夺杂的东西不存的一些场景 但是这些都是开源通用的方案去不能解决的 那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通过 像这本是Provider 来带来更加灵活更加原原生化的接入方式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反对于通过扩完OpenTelemeters的开源实现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现在说上下文是如何传播的 在基层的OpenTelemeters的 Treece Provider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中呢 存在一个Propogator这样的一个应用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用来调节外部的请求 和内部的处理过程 那他会把外部的请求中 按照一定的联络中协议 不提取和电路的上下文 并把它保存到我们当前的上下文中 然后会在当前的线程 向外部发出新的请求的时候 把当前的电路上下文 按照一定的协议重新去训练化 并且出入到新的请求中 那么我们团队呢 在原有的Propogator的基础上 一方面我们扩展了更加丰富的 实际的协议战乱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允许 用户力度指定不同的 提取和出入的评议 比如说在提取过程中 我们允许用户去 为他设计一个用户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 Propogator会根据这样的 用户动作也依次去尝试 提取不同的协议点 可以提取这样的一个电路上下文 但是我们允许用户 要么他可以这次 用户也肯定上游 提取的电路上下文时候 去用到的那个传输协议 然后原本就把它透盛下去 或者是允许他去把所有的 电路上下文统一转化 于某一个推议的协议 那我进行之后来 让接触和共同运活性 我们也让这样的一个 Propogator去监定到了 远端的动态配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允许用户 免从此来去变成 自由的变成他的一个协议策略 目前这个能力 已经作为OpenTelemetry的 JavaEvent和GoEvent的 阿里云版本的默认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也在搭力 和推测社区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提案 这个方案相对于原有实现的 优势短于第一点就是 对于交易而言 它的一个主观色的提成 是更加开疆机用的 开发者在接入之前 不需要特别的关注 之前整个链路上的 特别应用 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出现协议 而就可以快速的时间接入 第二点就是对于 一些工台应用来说 我们给它提供了更加 多量性的 就是它允许它去 更加多量性的上游应用提供服务 而不需要担心这个过程中 链路是否会发生断裂 这会给整个链路上下纹 这会给整个链路系统带来更好的隔离性 以上就是我们团队 基于OpenTileMate社区的一些工作 那今天大午我们在下面的会场 还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进展 欢迎大家去关注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Landing Talk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